人戏女主播陈一发的倒台背后 又一群人是功不可磨叹 他们揭露了事情的真相搜集 了关于这个斗鱼异姐十年来的所有罪状 并且成功地将她公之于众 的同时引起大家的注意 而一个斗鱼异姐从千万粉丝 到被国民集体唾弃 这中间只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新浪微博上有这么样的一群人 每天转发很多很多复制粘贴 来的热点话题 娱乐圈的 新闻圈的 挂着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金色大V 吸引着莫名其妙来的人气 而这样就看上去是没什么意义的 十万万粉丝大半死粉 但是在关键时刻 这样不被人注意的大V 就成了网络上的杀人戾气 在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在互联网上 基本上都赤条条的 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都是有据可查 任何的看上去是污点的东西 都可以被无数倍的放大 而做这样工作的人 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网络水军 而都与一解成一发而倒台的案例 就是近年来网络水军 最成功的一次收集十年来的黑历史 拿平时一点一点转发积累和一点人气的大V账号发布 然后买热搜 并且开始用几百个账号统一回复节奏 类的话题 直到成功吸引来的路人网友 而路人网友面对着被放大开来被揭露开来的黑历史 自然而然的效果就达到了 这就是舆论力量的可怕 而控制舆论的或者说创造舆论的那些人 就是网络水军这些人被称为当代的互联网杀手 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就像敦服在网络阴暗处的刺客一样 抬手一刀就取掉了那些曾经做错事的人的姓名 这是一个灰色的行业 没法说如何去评价它 当然这些水军只是陈一发事件的一个小推手而已 主播想要一直平稳地走下去